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书展 我们学育出版社因为要为西藏这个弱势民主发声 所以我们专出达尔玛跟西藏的书籍 在2017年的时候 2月份我们很幸运台湾文化部 给非政府组织以及独立书的一个共同的摊位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让我们出版的书 到台北国际书展来跟大家认识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有《图说西藏史》这本书 和《寻找共同点》这本书 我们做这两本书的新书发布 《图说西藏史》是介绍了西藏3000年的历史 有图有文字那这个展览的内容呢 其实在达尔沙拉在印度已经寻回展览过的 那我们把它翻成中文让 让懂中文的朋友也能够认识西藏的历史 另外《寻找共同点》这本书呢是2016的时候 来自世界各地加上台湾的学者专家 大约有100位在台北举办《寻找共同点》的汉藏会议 会有这个会议是因为达尔摩她的使命 达尔摩认为说第一个使命 我们人类都是70亿的兄弟姐妹 所以她希望我们能够为世界和平在做努力 所以呢 她希望我们在各个差别的时候 能够寻找共同点 找到那个相同的地方 所以在2016的时候 我们在台北举办了这样的会议 这个会议呢 所有语会的专家学者都写了 她认为汉藏之间很重要的重量级的文章 我作为编辑把这些重量级的文章收录起来 出了这本书 在2017台北国际书展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 那一年也非常幸运 文化部呢还赞助我们机票 所以我有飞到香港国际书展去 那我们所有出版的书 所有的西藏书也在香港国际书展 跟大家见面 其中呢 我们这 那时候是第27本 流亡到瑞典的中国作家莫莉 她所写的 反弹的弯之与巨无霸 这是莫莉那10年 关于西藏的这个议题 所写的所有文章 我这一篇这本新书是在香港国际书展的时候 然后我请蔡永梅开放杂志的总编蔡姐做推荐人 跟香港的读者们介绍 这一本新书 有这个机会 2018 我们的书有去香港 人没有去香港 台北的国际书展 我们书和人都去香港 另外他都有直播室 所以我们在台北的国际书展的时候 我都会邀请达玛的出台代表 达玛才人董事长 能够到台北国际书展的会场直播室 跟大家一起做真人图书的介绍 到了去年 今年2月疫情的关系 所以书展是停办 2021 1月26号 台北国际书展 我们也是有一本新书要新书发布 这本新书是达玛董事长 过去12年在台湾所写的所有的文章的会集 那这本新书呢 也很幸运得到台北国际书展基金会的肯定 我们在1月26号下午1点半到2点半 国际沙龙这个豪华的厂子 会为大家做新书发布 也会邀请达玛董事长到厂来 跟台湾的朋友做告别演讲 那各位读者 我们到时候会争取做直播 也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个西藏人大华董事长 他这本真人图书 要跟大家说的故事 寓宿我魂牵梦淫的家乡